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從我開了這個YouTube頻道到現在 好像都沒有試過在這個時間點 突然很感觸的 打開鏡頭 然後 把自己一直以來內心裡面的壓力 分享出來給你們知道 如果你們對我不是很有興趣的話 那麼你們其實現在已經可以立刻把這個影片關掉 因為我接下來要講的東西 你是完全不會有興趣的 好 2016年 8月28號 是我開這個頻道的第一天 再多一兩個月 這個頻道 就正式套路兩週年了 這兩年裡可能 我已經 累積了一批很喜歡我的觀眾 如果有比較常關注我的觀眾們 應該都會知道 我近期的影片 近幾個月來的影片 已經越拍越沒有內容 越拍越沒有意義 我以前拍的影片 我還會時不時想要開回去來看 因為 我喜歡以前那種感覺 但是 現在那種感覺 好像找不到了 可能就是 所謂的初衷吧 其實我不知道這個影片 我想要表達的是什麼 我單純就想打開相機 在凌晨的這個時間段 和你們訴說 我這一直以來 在低潮期裡面的阿遠 在低潮期裡面的我 其實不管做什麼事情 都會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包括觀眾 和一些 圈內人 就是 YouTube的圈內人 這幾個月裡面 我都有一直在想 為什麼 我近期拍的影片 剪接的時候 我連自己 都不能夠發自內心的笑 嗯 有時候 半夜睡不著的時候 會返回自己以前拍的影片 從影片裡 確實能夠感受到 發自內心的快樂 但是那種感覺 在近半年來 好像再也找不到了 我要先說明一下 如果你覺得我這個影片 是在播同情 還是 又是一個拍到媒體才 所以才拍的影片的話 那你現在可以立刻關掉這個影片 我今天拍這個影片 單純 只是因為不想再把這些心理話 和這些壓力 收在自己的心裡面 因為我覺得 你們是這個頻道的一部分 而我這幾個月來 所在乎的 所 應該怎樣講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反正我就是 想要拍這個影片 透過這個影片 講出我這幾個月 收在心裡的壓力 這些壓力呢 我也有一直在跟沙子說 沙子他也 一直都有在幫我分擔 這一份壓力 但是他確實 他無能為力 因為 畢竟這是我自己的內心病 我想應該也沒有人可以幫到我吧 對 我希望 我可以找回 當初那一份熱忱 當初 那一份快樂 影片拍著拍著 反而慢慢 忘記了初衷 失去了當初 拍影片的那一份快樂 創作者 創作者 不容易擋 因為 你除了需要拍好的題材 你還需要滿足 各種不一樣的觀眾 除此之外 你還要學會懂得 承受 全內人的 人言人語 是真的很累的 有時候一些很諷刺性的話 你不能說 你不想去理 就不去理 可能某些人講是很容易吧 但是實際上事情發生在你身上的時候 你就會感受到那一種無奈 嗯 我已經不懂要講什麼了 明明內心 本來就有很多話想要講 可是 對著鏡頭 我卻完全想不到我要講什麼 反正 接下來的日子 我依然 不能努力的找回那一份初衷 也會很努力的做好自己的本分 我覺得只要肯努力學習更多的東西 學習更多的剪接技巧 做出更好的影片 那就是對你們最好的交代 對我而言 是對你們的一份誠意 給我一點時間 我會加油 慢慢的 讓你們看到我的進步 如果 有一些觀眾是從以前 剛開始做YouTube的時候 就已經支持我到現在的話 請你們留言在下面告訴我 對 留言在下面告訴我 好啦 抱怨 也抱怨了 應該是很長了吧 但是 從頭到尾 我好像都還沒完全表達 這幾個月裡面內心的那一份壓力 無形的壓力 我覺得應該是無法 無法表達出來的 好啦 謝謝你們願意聽我 講了那麼長的心事 講了那麼久的 廢話 最後 我想再講多一次 給我一點時間 我會調整好自己的心態 和心理 回歸 當初那個 最開心 最快樂 每天拍影片可以嘻嘻哈哈 發自內心 笑的那個阿緣 謝謝你們 炎子大門 炎子大門 我可以不吝啥 阿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